实用绳结不同于饰品绳结 饰品绳结讲究的是外形美观漂亮 而实用绳结呢 只要做法简单 受力之后它牢固 我们不用解成是好解即可 来分享六种常用的实用绳结做法 第一种啊 木桩锁绳结 做法极为简单 用途广泛 将绳尔套入这个柱体当中 收紧两段那个绳头就可以了 双猛结啊 很多人称它为柱体锁紧结 受力之后牢固 拖车 吊雾 定点 锁装 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绳结 第二种绳结啊 同样是一款拖拽绳结 无论是拖车 吊雾 还是锁装定点都可以啊 注意绳尔双车结穿过 这样是为了解绳实好解 实际上是一个活结 它搭配杠杆结在一起 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徒手拽绳啊 用不上力还容易手受伤 那么与杠杆结搭配 找一个出气相当的木杠就可以了啊 双热碟 通过下端那个绳儿 然后我们收紧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它是一个生活中非常实用的绳结啊 多人拖车物体都可以用这个绳结 受力牢固 而且啊 解绳非常好解 我们看一下第四种 它是一个提装结 很多时候我们埋在地下的这个木桩呢 还是铁管啊 各种圆形的物体 不好提拎 先挖哈 太费事 用这个方法 先围绕它缠绕两周 缠绕两周之后 讲下段那个绳头啊 反方向形成个圆 套入木桩当中 然后再围绕木桩一周 蹿过 压在这个几个绳环上的这个绳子啊 我们讲其收紧整下形 这一个提装结就完成了 用于提琳深埋于地下的各种柱体 它是非常实用的 出于牢固起见 咱们再做一个半结啊 这样非常非常实用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款 应急拖车结 绳子在拖车时啊 没有做好的绳环 我们只有用这个绳结 是创业使用的啊 钢瓷绳也可以 而且做法简单 向前再推进一下主绳 我们讲 讲这个传销穿入之后 即可啊 它在受力的情况下 下端那个主绳能牢牢压紧绳头 不会松动 不会缓节 非常的实用啊 解绳时 传销八除 瞬间解绳